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印尼玛拉皮火山灾难 当局寻找最后一名失踪登山客 王健林等拟转让万达投资51%股权 万达电影将一主 西国华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 反建冽法被指至寒蝉效应 中国国安部反批美滥用法律打压中国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将统一由联赛公司运营 请大家收看 印尼玛拉皮火山灾难 当局寻找最后一名失踪登山客 联合早报 这篇新闻报道了印度尼西亚玛拉皮火山喷发 造成的伤亡和失踪情况 报道指出 火山喷发当天有75名登山客在火山上 其中22人已确认遇难 52人获救 而搜救人员仍在努力寻找最后一名失踪登山客 然而 由于火山仍然在喷发 搜救工作十分困难 救援人员不得不见歇性的避难 报道还提到 当地搜救机构负责人马力克澄清了一些谣言和不实报道 强调他们仍然不知道最后一名失踪登山客的下落 火山喷发至今仍在继续 王健林等 你转让万达投资51%股权 万达电影将一主 联合早报 万达电影公告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时控人王健林 你将51%股权转让给上海如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此举将导致万达电影的控制权变更 万达近期一直在出售资产以应对债务风波 其中包括上海周浦万达广场 西国华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 联合早报 中国中信集团宣布任命西国华为公司党委书记 西国华曾在中国中车等多家公司担任要职 具有丰富的铁道建设经验 中国中信集团成立于1979年 是国家授权投资机构 201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 2014年实现境外整体上市 今年7月 中信国际给予中信集团吃破A评级 据公开资料显示 中信集团今年总资产达到10.6万亿元 营业总收入6778.47亿元 净利润946.12亿元 反建谍法被指制寒蝉效应 中国国安部反批美滥用法律打压中国 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驳斥了中国修订反建谍法对外资造成寒蝉效应的说法 文章指出反建谍法修订后更加清晰准确 公开透明 是中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体现 文章还引用了中国商务部的数据 显示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信心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 文章还反指美国滥用法律打压国际竞争对手 炮制多起中国经济间谍案 文章表示 反建谍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 不针对正常商业活动 不会对外企在华合法投资经营造成任何影响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将统一由联赛公司运营 联合早报 中国足球协会在今年10月完成了换届工作后 加快了内部机构的调整步伐 新一届中国足协将精简部门数量 从18个精简至13个 并将职业联赛统一由新成立的联赛公司运营 此前 中国足协下设了28个职能部门 导致部门之间业务交集和重叠问题 影响了工作效率 新的内部机构将包括党务 纪检与监察 媒体公关 综合 外事 国家队管理 清训 女子足球 裁判 竞赛 技术 社会足球和会员协会等13个职能部门 中超 中甲 中乙联赛的运营将由全新成立的职业联赛公司操作 中足联筹备组有可能更名 必以公司性质参与三级职业联赛的运营 中超公司的六位董事长全部落马 用贾文庭16年骗武公司 女子求情 没造成伤害 联合早报 一名44岁的女子被判录于8个月 罪名是使用贾文庭和伪造文件 她自制了南大学士文庭 必以此换了5家公司的工作 薪水还一路涨 被告便称 即使公司聘用大学毕业生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工作能力 而且她只是从事语文编辑工作 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她的律师还提到 被告在学业上遇到困难 母亲有人格障碍 多次向她要钱 这才导致她犯罪 律师还称 雇主确实从被告那里得到了服务 而且被告并没有从事工程工作 都是在做语文编辑类工作 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危害 新山关卡停电 乌兰关卡拥堵 联合早报 新山关卡在星期三凌晨突然停电 导致通关闸门无法使用 造成通勤人士和旅客受影响 尽管新山关卡早上10点左右恢复正常 但乌兰关卡出境交通 出现堵塞情况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 建议旅客查看最新资讯 预计出行时间会延误 根据手机应用 Checkpoint SG的路况显示 从乌兰关卡进入新山的通关时间 估计为60分钟至90分钟 比一般等候时间要长 乌鲁班丹露天停车场火患 巴士起火殃及汽车 联合早报 乌鲁班丹发生火患 一辆私人巴士起火 并烧毁了一辆隔壁的汽车 火患发生在乌鲁班丹巴士车场对面的路天停车场 幸好没有人受伤 一名送货员发现巴士冒烟后立刻报警 消防队员迅速扑灭了火势 两辆车都被严重烧毁 巴士后部完全被烧化 座椅只剩下骨架 隔壁汽车底盘也被烧毁 另一辆车的车主表示 他的车已经无法修复 赔偿事宜要等待事故调查结束后才能确定 目前 警方和民防部队仍在现场调查火患的原因 音乐老师非礼11岁女学生 判监三年半编六下 联合早报 新闻总结 一名音乐老师被指控非礼11岁女童并发送信简讯 最终被判刑三年半并受到鞭刑 被告是女童的打鼓教师 案发时女童只有11岁 为保护女童身份 把关禁止媒体透露任何与女童相关的信息 案情显示 被告在离职后私下联系女童的父亲 提议到女童家中交课 再一次上完课后 被告非礼女童 并在之后的几天通过手机发送信相关内容的简讯 女童父亲发现后报警 被告因此被判刑并受鞭刑 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完成房企座谈会 联合早报 总的来说 中国六大国有银行积极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 完成了和多家房企的座谈会 这是根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 以及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的指示 对房地产企业进行的沟通 恢复融资是第一步 但房企自身的销售回款能力恢复 才能真正脱困 中国明年高校毕业生1179万人 再创新高 联合早报 根据中国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数据 预计2024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将达到1179万人 创历史新高 这意味着明年高校毕业生将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拓展民营企业岗位 支持自主就业创业 稳定公共部门岗位 加强见习培训力度等 同时 教育部还要求各地高校加强就业工作 为毕业生提供更多优质岗位信息 此外 教育部还发布了26条措施 确保就业数据真实准确 打击虚假招聘 非职界等违法行为 青年失业率的上升也引起了关注 中国国家统计局 今年8月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 然而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 王小平表示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基本稳定 持续好转 英国外长卡梅伦启程访美 联合早报 总结 英国外交部长卡梅伦将访问美国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其他官员会晤 访问期间的重点议题包括英美在安全贸易领域的合作 以及对乌克兰的支持 卡梅伦还将强调乌克兰的重要性 并宣布为乌克兰提供2900万英镑的新冬季人道援助配套 在中东局势方面 卡梅伦将讨论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援助 并共同努力实现长期的两国方案 这是卡梅伦自成为英国外交部长以来首次访问美国 新山关卡停电近11小时后才恢复电流供应 联合早报 柔佛新山的苏丹伊斯坦达大厦 在星期二深夜约11时出现停电情况 导致通关闸门停止运作 这导致了星期三早通关高峰期时出现长时间的排队等待的情况 一名受影响的女士表示 通关时间比以往多出20分钟 然而 电流在星期三早上实施恢复正常 目前还不清楚停电的原因 为何中国官方媒体转向报道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 半导电视台中文网 多年来 美国在中国媒体上一直被描绘为一个企图遏制和削弱中国的不友好国家 然而 最近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以及媒体的报道表明 中美关系正在趋向缓和 这种转变可能是为了在经济逆风中稳定双边关系 并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但是 由于中美在外交政策上的根本分歧 以及美国可能对台湾等问题采取的行动 这种温和的基调可能不会持续下去 中国的媒体在过去几周内对美国的报道开始出现了缓和的倾向 习主席与美国退伍老兵诺耶的互动 以及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深厚友谊的强调 使得中美关系的报道更加友好 此外 习主席的访问美国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报道 也强调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然而 这种温和的基调可能很快就会结束 特别是在南海和台海等问题上 一旦美国采取任何对台湾的亲美姿态 媒体的报道很可能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 中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呈现出一个温和的基调 可能是为了在经济逆风中稳定中美关系 并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中国的经济增长尚未达到政府目标 失业率也在上升 因此 中国试图通过宣传向美国和西方国家传递一个信号 即中国愿意在许多问题上开展合作 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然而 由于中美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分歧 以及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经济限制 这种温和的基调可能不会持续下去 总的来说 媒体对中美关系的温和基调 可能是为了在经济逆风中稳定双边关系 并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然而 由于中美在外交政策上的根本分歧 以及美国可能对台湾等问题采取的行动 这种温和的基调可能不会持续下去 尽管媒体和公众人物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政府仍然决定改善中国对美国的负面看法 因此 中美关系的未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俄外长拉夫罗夫被网报 将iPhone替换成华为P60 Pro 去年已佩戴华为手表 新岛日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被发现 使用华为P60 Pro手机 引发了一些关注 这段视频 最初有一个名为 You listen may act的账号发布 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去年 拉夫罗夫被炒作使用苹果手机和手表 但他当时就澄清说手表是华为制造的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 今年已禁止人工使用苹果设备 因为担心美国间谍活动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此前还指控美国国家安全局 利用恶意软件入侵iPhone进行间谍活动 认为苹果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有密切关系 华为在今年8月推出了新款5G手机 在全球引起轰动 一些外国政要也亲自使用华为手机 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和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 首先 我们报道了印尼玛拉皮火山喷发造成的悲剧 目前搜集工作仍在进行中 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我们应该为救援人员的努力和勇气点赞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 自然灾害是无法预测和控制的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和安全意识 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万达电影的重大变革 这是一个商业领域的新闻 希望这次重组能够带来积极的效果 同时 我们也要关注到企业债务问题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挑战 我们希望企业能够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保持可持续发展 然后 我们看到了中国中信集团的重要任命 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次内部调整 我们希望这个新的领导团队 能够带领中信集团更好的发展 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我们还报道了 中国修订反间谍法的消息 这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话题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妥善处理 确保法律的公正和透明 接着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改革 这是中国足球协会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推动发展 所做的一次创新尝试 我们希望这次改革能够带来积极的结果 为中国足球的发展铺平道路 在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报道了一名女子 使用贾文婷骗取工作的案件 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 我们要呼吁大家保持诚信和道德底线 不要以身是法 最后 我们报道了一起火灾事故和一起性侵案 这些案件提醒我们要保持警惕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我们要呼吁相关部门 加强监管和防范措施 确保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和挑战 我们要保持警觉和关注 积极应对各种情况 同时 我们也要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相信未来会更好 现在 我想听明白大家的想法和意见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